恭喜,恭喜,现年32岁香港演员,TVB知名男星吴叶昆昆哥突然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结婚喜讯,由于吴叶昆之前并没有公开恋情,外界一直都以为他还是单身,此次突然就在社交媒体宣布结婚了,确实令外界都大感震惊,从吴叶昆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照片和贴文可以看到,他并没有透露妻子太多的资讯,就连两人的合照,都特意选择了。 一张妻子背珠身子的照片,所以吴叶昆的妻子到底是谁,长什么样子,做什么职业的,目前也算是一个迷了。 另外,从吴叶昆在社交媒体上的留言可以看到,对于突然宣布结婚喜讯,他自己都觉得非常微妙,对于这段幸福,他也表示自己会好好守护。 至于妻子的资讯,吴叶昆在留言最后透露,之后有了时间会慢慢介绍给传媒和粉丝朋友认识,随着贴文的已经发布,不少圈内好友以及公司同事,向大家熟知的朱成丽,胡逢君,何艳师,谢东敏以及张子峰等人都在第一时间点赞,送上了祝福。 而留言区,大多数网友都表示非常惊讶,毕竟在他们的心中,吴叶昆一直都是单身汉的代表人物之一,其实,在去年吴叶昆在接受传媒采访时,他还在透露,自己是单身,并且非常渴望脱单,谈恋爱,如今还不到一年的时间,吴叶昆就突然宣布结婚了,所以不少媒体,网友都在猜测,吴叶昆这次是闪婚,更有可能是未婚先孕, 相信,这些年经常看TVB踪影和剧集的朋友,对于吴叶昆已经算是相当熟悉了,当年他通过超级巨声歌唱比赛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出道,只不过后来加入TVB,除了演唱一些电视剧的主题曲之外,他更多的时间则转型成为了一名演员,可能是吴叶昆的外形并不够帅气,身高也不出众,因此他的观众人一直都不太理想,甚至还有网友直言不讳的表情。 吴叶昆非常露人,毫无明星象,加上他又不是演戏的科班出身,所以他的演技自然也是显得比较稚嫩,拍词工比我不过关,演戏情绪表达不够,经常被观众吐槽,演技太烂,尽管外形经常遭到外界的质疑,但是自入行以来,吴叶昆的异性缘一直相当旺, 是TVB除了名的非文王,却不完全统计,吴叶昆同经和朱成丽,江嘉敏,东嘉欣,孙慧学等近十位女艺人都爆出过非文,甚至曾经他还被传出老少葱吃的八卦。 在小编看来,吴叶昆这几年一直都有很努力的去提升自己的演技,但感觉还是没有突破自己的瓶颈期,在年初播出的一艘店中,戏份颇重的他,演技依旧不是很理想,而前段时间,他也低调加盟了邵氏影业,决定主力拍戏,相信这对于吴叶昆来说又是一个不小的挑战。 此次,吴叶昆突然宣布结婚,确实令人相当意外,但今年他已经32岁了,确实也到了结婚的年龄了。